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都影响着全世界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啊 那德国统一以后是一加一大于二 对不对啊 那这个二大于二呢 显现在我们后来看到的什么 处理欧债危机 对不对啊 好 那再加上什么 同学注意看 德国统一以后呢 德国内部有两派辩论 一派呢 就是说 我们统一了以后 既然一加一大于二 那我们何必还在欧盟里面 跟周边这些穷光蛋 国家搞在一起呢 他们是我们的累赘啊 对不对 我们一加一大于二的话 我们自己往前冲 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啊 这是一派 那这一派呢 就很像什么 英式世界大战那个时期的什么 德皇威廉二世的主张 也就说我们德国这么强大 我们挤在欧洲的中间 处处被牵制 这太不公平 不正义了 所以同学注意啊 公平正义 看你是从哪个角度来看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公平正义 同学千万记住 不是什么普世价值 他是强者说了算 那当时德国就很强啊 对不对 近代的什么潜艇啊 什么这些都是德国搞出来的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全世界很多最好的东西 是德国人发明的 最具杀伤力的东西 也是德国人搞出来的 所以这个民族 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民族 所以他统一后 一有这个论调一出来的时候 把欧洲人都快下的差不多了 那当然也包括美国人啦 也就是说哦 那你不安于现状 同学听清楚哦 现状这也是在变动的哦 不要以为维持现状 就是某一个固定状态 现状是每天在动的哦 所以就等于说哦 那你德国不愿意什么 一加一 你就是锁在现在这个地方 东德加西德 别的不用啰嗦 别的也不要妄想 你是不是这个现状啊 那那一派不同意 觉得那这样子 我们德国太委屈了 实力原则嘛 我们既然一加一大于二 虽然没有立即要征服世界 但是被挤在中欧 那真的是不公平不正义啊 对不对啊 那另一派呢 就认为啊 那我们两次世界大战啊 都是因为什么 对于德国的 不同时间点的现状不满嘛 对不对 所以造成的什么杀伤力 是我们德意志民主 当然把别人也毁了 但是我们德意志民主什么 也毁了 对不对 就等于说 既损人也不立即嘛 你说损人以后立即了 那还算不错嘛 对不对 那但是你这样子搞了两次啊 损人也不立即啊 而且大家都是毁灭性的 那还需要再来第三次吗 对不对 那所以另外一派讲说 好吧 我们就东德加西德 我们就安于现状好了 即便是一加一大于二 我们还是什么 和周边这些穷货难什么 一起发展好了 对不对 要不然什么 这个历史的教训 如果不记取的话 那还是有可能再出现啊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在台湾不觉得 但是在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里面呢 同学注意看 基本上就是什么 强者哲学 强者权拿 弱者权无 所以你们看西方的 别的不说吧 现在变成猪的这个希腊猪啊 但是历史上 人家也出现很伟大的哲学家啊 亚里斯多德 前面的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这些 还有苏格拉底 对不对 对于西方的文明 那是绝对产生指引性的什么 思想家嘛 但是同学细看 别的不说好了 苏格拉底这些都不说 大家所熟知的 有名的柏拉图的理想国 或者是有些翻作共和国 里面同学注意看 其实就是强者哲学 里面什么 哲学家 哲王 有些翻作哲王 统治大家呀 人分为这几大类呀 对不对 最下层的你就是被统治啊 对不对 而且不同等级的人 你要不断证明你很杰出 你很优秀 你才有被考量翻身的可能 看到没有 就等于说 他们整个文化体系里面 就是一个强者的思维 所以对于一个强者来讲 或者说对于一个强国来讲 你叫他跟一个 比较差的一些国家 站在一起呢 同学注意看啦 那的确什么 在这种思维影响下 他都觉得这是不公平 不正义嘛 对不对 我赢者全拿呀 甚至同学注意看 希特勒为什么要屠杀犹太人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强者哲学呀 你们犹太人凭什么说 你们比我们杰出 我德意志民族比你更杰出啊 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你杰出就你杰出吧 关我什么事啊 同学注意看 强者哲学之下呢 强者全拿 领导 非强者 老不老是还不敢讲说 其他全部都是弱者 也只敢说非强者 强者掌控一切 他要他要什么 领导什么 非强者啊 对不对 所以凭什么你们犹太人来领导我们啊 对不对 我得意志什么 我亚利安人比你们什么 更优秀 更杰出啊 对不对 所以我把你砍光 懂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为什么老师建议大家注意 希特勒 所以甚至到今天有的时候都会发觉什么 哦 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团体被揪出来说 哦 他以前是支持纳税的 以色列人也很厉害啊 到今天都还在抓元凶啊 全世界都这样抓呀 那当然谁当时帮助犹太人了 那以色列政府也很感谢他们 所以大家不是有看过一个什么 薰德勒名单 这部电影吗 那其实很多当时也有帮助犹太人的 甚至当时的中华民国派驻在什么 维也纳大使馆里面的人什么 帮助犹太人从欧洲逃出来的人数 比辛德勒名单的那个什么 更多 所以同样注意看犹太人对于中国人 就觉得蛮特别的 哎 为什么全世界大家都这么 西方世界都这么跟我们犹太人为敌 这么讨厌我们 哎 怎么奇怪 好像 中国人怎么对我们没有恶感 看到没有 所以他们也觉得 哎 对 就觉得是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那当然背后的什么 文化价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没有想到要去什么 砍杀犹太人吗 对不对 那同样注意看 郑老师要讲的什么 西方强者哲学之下 大家在竞争什么 谁是领导者吗 对不对 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他们可是竞争得很认真的 所以德国统一之后呢 另外一派所谓的维持现状 也就是说东德加西德 我们统一之后 土地面积上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同学听清楚哦 土地面积上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而且承认欧洲当时各个国家的边界领土大小的现状 同学注意看啊 维持现状 这个是全世界都有不同意涵的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德国公开承认 也就是说 1990年代 那到1990年代 那个时候 你波兰多大 就是多大 你奥地利多大 土地面积多大 就是多大 那你法国什么 我这些 我全部承认 同学注意看 这不是不重要哦 我们知道 德国近代最有名的思想家 康德 老师以前上课应该有提过 康德的故乡 在今天的波兰 同学注意看 所以 德国政府公开承认 而且是白纸黑字的 承认 欧洲各个国家的领土现状 对于波兰是特别重要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德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康德的故乡在波兰 老师重复讲这一遍 一个是有重要原因的 为什么 就是今天德国思想界的学者都还不服气 我们德国这么伟大的思想家康德的故乡 居然跑到波兰去了 这是无法接受的 看到没有 学者都还无法接受 所以同学注意到 这个对波兰的压力之大 对不对 因为他无法接受的话 他采取的外交政策 一旦调整 他一定要拿回来 看到没有 因为他在基本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那时普鲁士战败 也是割地赔款 就割出去 看到没有 甚至什么 我们知道什么 前年吧 现在说话应该算前年 那普丁是不是 把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岛给拿下 对不对 那同学注意看啊 以前 那普丁说以前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我今天不过就是要回来而已嘛 对不对 其实同学注意看 的确以前那个地方是什么 帝恶 帝王统治时期 而且乌克兰那个地方 同学注意看 反倒是什么 白恶人的什么 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啊 看到没有 所以对于普丁来讲 他这个举动 为什么 会得到老百姓那么大的支持 因为这是他们的发源地啊 对不对 好 那同学注意看 那后来为什么割给乌克兰 其实也不是割给乌克兰 而是什么 虽然在乌克兰旁边 但是乌克兰在二十四级大战之后 已经什么 进到苏联的这个什么 苏维埃共和国里面了 所以还是苏联了 只是到1990年代什么 他什么 独立去了嘛 那当然以今天普丁的眼光来讲 就是当时 什么 俄罗斯的什么 国家领导人 叶尔辛 你犯的重大的错误 让国家什么 瓦解嘛 对不对 好多里面原来的 苏维埃共和国 都什么 你竟然让他走了 对不对 我今天是拿回来 我还只拿回来一个港口而已啊 同学注意看 当时什么 为什么乌克兰 同学注意看 战则二战结束之后 什么 其实当时 为什么普鲁是什么 化归波兰 就是因为什么 波兰有一块 有一些地方 什么 大家说化给乌克兰 那乌克兰有一些地方呢 又化给俄罗斯 当时的第二了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说 为什么德国说他承认欧洲各个国家领土的大小的现状 在那个欧洲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下是多么的重要 甚至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讲是取得最大的什么成果啊 就说你这个什么 一扩张 一不满足现状的这个国家 你一旦不满足我们就全部跟着倒霉 看到没有 所以维持现状对于德国在欧洲内部和邻居取得一个和平的关系 本身的确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好 那维持现状呢 这一派占了上风 也就是说好吧 我们德国领土方面统一之后一加一等于二 那影响力方面是一加一绝对要大于二的 看到没有 那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保持低调 不要给周边国家什么 有压力 因为同学注意看你德国再怎么强 你的邻国如果联手起来什么 唯独你的话 对于你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嘛 对不对 同学注意看欧洲国家里面什么 小国太多 所以他们本身对于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强国这件事情呢 是充满了恐惧的 所以同学看嘛 当年拿破仑 很少整个欧洲啊 对不对 那还没几年 其他国家联手起来 是不是组成一个反法联盟 把什么 拿破仑又给什么 拉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欧洲他一直希望什么 我们这边不要出现一个超级大国 我们大家的实力差不多 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 这样大家一起合作 一起发展 的确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才能够避免战争嘛 但是呢 同学注意看 他这个聪明的一点是什么 我领土不要了 但是我的影响力过去什么 影响你整个啊 我经济就是比你强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说德国毕竟也有一步 他记取了教训 就说你领土不要再不要了吧 那但所以同学看了没有 欧盟这个发展呢 人力物力资源各方面的自由流通的话 你德国在这方面如果都是很强的话 那你等同的确是一加一大于二 而且你影响整个欧洲嘛 对不对 那你干嘛还去斤斤计较那几公里的土地嘛 对不对 整个都被你吃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个也是今天什么 英国脱欧派里面什么 那个前英国市长 前英国伦敦市长Boris Jackson 那个头发乱七八糟的那个 那讲话也是刻薄都不得了的 他的观点就是这个 他说你看欧洲已经被德国吃下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英国什么 也会被德国吃下来 对不对 那当然他讲的呢 他讲这个呢 的确在英国什么 煽动起英国当时什么 被希特勒 因为我们知道 德军虽然没有完全进到英国里面 但是对于伦敦那种 日以继夜的轰炸 那的确让英国人记忆犹新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Boris Jason这么一讲了以后 让什么英国人真也是什么 很多那种充满了焦虑啊 想说哇你这个德国又来了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啊 英国人真是充满了矛盾啊 英国英国近代皇室 好几代都是和什么 我们说让英国达到鼎盛后来 继工业革命之后最风光的什么 维多利亚女王 的夫婿 德国的王子 当时了 得一只帝国的王子 那今天伊丽莎白女王的祖母 玛丽王后 也是德国人 也就是他们好几代的皇室通婚什么 都是和德国皇室通婚 所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恩怨情仇 有的时候什么 也说不清嘛 所以不管怎么样 同学注意看啊 古今中外 今天当然不至于了 古时候中外截然啊 透过皇室通婚来为自己国家的发展 争取几年的和平时间 老师只敢说几年 不敢说永远 因为我们看他们通婚完了 也没多久 不是还是照样打仗 但是最起码争取了几年的和平时间 所以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中外的皇室 皇室之间的通婚 他都有政治考量的 都是为了国家的和平 但是你没有能力 确保别人不攻击你的时候呢 只好透过皇室的联姻 来取得一段时间的和平 听清楚哦 老师也只敢说一段时间的和平 不是永远的和平哦 好 那德国统一之后呢 老师刚才讲了 他让大家庆幸的是 他终于承认这个土地的现状 他不挑衅嘛 这是同学注意哦 这是白纸黑字写在什么 同学注意看啊 德国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攻击国家 又是战败国嘛 所以最大恶极嘛 对不对 所以即便在五零年代 大家就和什么 他梅纲合作啊 总统的发展 但是同学注意哦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正式结束 要签订什么 战胜国和战败国要签订合约 对不对 战胜国对于德国 一直没有签订合约 这在国际法上 或者是从联合国宪章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是一直是处战 交战状态 虽然没打 但是国际法上的定义 还是什么 战争状态 因为没有签订和平协定嘛 对不对哦 一直到1990 同学注意看 1990签订了对德合约以后 什么 让德国什么 办公投 因为其实同学注意看哦 老师上个礼拜应该有提到过 法国总统 当时的总统 密特朗讲的最诚实 他说什么 当德国没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时候呢 我们支持德国统一 但是德国统一的什么 机会来的时候呢 我是坚决反对德国统一 所以这件事呢 激怒了德国人 所以德国想尽了办法 以迅为不及 那当然不是那几天想尽了办法 同学注意看 东西德被肢解了以后 特别是西德这边 想尽了办法和东德这边保持联系 局来讲 因为柏林围墙都已经建立起来了嘛 就表示要把你这国家肢解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西德政府想尽办法 让东西德的老百姓能够什么 来往啊 所以甚至什么 鼓励大家过去探亲 那当时的东德共产党呢 在苏联的共产党主导之下呢 因为他们是国际共党集团嘛 对不对啊 也想尽办法什么 要切开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当时什么 东德 西德到东西德 东德的高速公路 因为我们知道高速公路 有的时候什么 我们台湾也一样嘛 我们是后来 同学注意看 高速公路就是西特勒发明的啊 就当时为了快速什么 运送战备物资 所以要什么 长驱止 什么 那当然你可以说老师 那更早东方的什么 秦始皇不是更厉害 那的确如此 他们什么 都想建立什么 快速道路 运送什么 战备物资 所以战后呢 东西德之间的快 这个高速公路呢 所以注意看啊 德国的高速公路 不是像我们台湾高速公路 还有收费站 对不对 它是一路冲到底的 而且什么 你有本事 你开的车子 多好 对不对 你就冲多快 德国的高速公路 德国的高速公路 是只有下线 没有上线 你有本事往前冲 你就冲吧 东老师的意思 所以想建 他当时的目的 不是为了什么 大家去旅游的 他是为了运送战备物资 所以当然速度是要快 不可能停下来 左付费是右付费嘛 对不对 所以德国的高速公路 今天看起来已经很旧 但是还是非常平稳 搭配着德国的宾式轿车 那你真的是 你有本事冲多快 你就享受速度的快感吧 懂得这个意思吗 所以变成好了 我怎么冲 冲到东德那边 现在被迫停下来 当时被迫停下来 要付费 那我就不爽了 我管他七大姑八大姨 自得住在东德 我也不去看他了 我就是不爽 对不对 因为东德就是借设这个什么 收费站赚钱嘛 对不对 所以当时西德政府呢 他就知道 因为大家想说 你在那边给我挡一下 我就不去了 我那边管他七大姑八大姨 住在那边 我也不去看他了 对不对 所以变成西德政府什么 我捅包了啦 看到没有 你东德也不必啰嗦了 也不用拦我的人了 你就派一个人 站那边每天按了 一辆车过去 一辆两辆过去 两辆然后每年什么 跟我报账 我西德政府直接拨给你 东德政府 看到没有 你想办法切断 我就想尽办法把人给送过去 让你什么 保持联系 所以同学注意看 其实西德政府 这几十年下了很大的功夫 让两边的民间一直有联系 所以当德国可以统一的时候 其实同学注意看 法国破坏 美国也破坏 还有什么 英国当然也不愿意啊 那但是他们不能表面上就破坏啊 你们人权什么这些人道喊了这么多年 那你们喊假的 那当然喊假的 对不对 因为你到时你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那你大于二 那我们往哪啦 东老师的意思 所以我以前当然都是喊假的 对不对 所以好 那当然 因为德国这功夫下的很深 所以什么 那就好吗 那就公投吧 那他公投 那西方国家无法拒绝啊 因为公投是议会民主体制之下 表达民意的一个机制嘛 这你们发明的 你们以前不是也说我们德国不民主吗 你们要改造我们啊 对不对 好那就公投 那本来西方国家也想啦 因为在欧洲啊 大概全世界 因为他们这边是老牌的议会民主国家 大家都投票都投的没兴趣啦 对不对 或者是说国家发展基本上都很稳定啦 所以要投票要解决表达意见的 大概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什么 公共政策的局来讲 我家门口的水沟 是往这边延长呢 还是往那边延长 或者是清道夫来清理这个 谁付钱 付多少 大概都是比较技术面的公共政策问题 因为国家发展基本上什么啊 因为战后重建已经非常顺利了嘛 对不对 即便有一些问题 但是也都是公共政策层面的问题 所以投票率一直不是很高 也因为不是很高 所以得到最高票的政党呢 得票率也不是很高 所以你们注意看欧洲大部分的国家 他都被迫要组织联合政府嘛 对不对 因为我的得票率不高 你的得票率也不高 那关键是投票率也不高啊 对不对 所以美国英国法国 当时就打了这个如意算盘 想说德国人好 你要公投国家统一 那这真的 这就不是公共政策层面的咯 整个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啊 但是他们误判以为什么 德国人的投票率大概不会很高 所以大概不会过 但是呢 结果是什么 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很惊人的 我们常常讲说 大陆操纵什么民族主义 同学注意看啊 中国的民族主义 跟德国比起来还不够看 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义 一旦被 一旦什么 起来的时候 所以投票率高达将近90% 看到没有 那当然得票率也是更惊人啊 对不对 所以公投高票过啦 变成什么 美国英国法国什么 你连公开反对的立场都没有啦 你们不是主张人权吗 民主啊 我们都按照你们的来了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欧洲 苏联瓦解 整个国际局势 变化那么大 最大的得力者就是德国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什么 国家立即统一不说 而且什么 那当然也有一些德国人不满意啊 就是统一之后 十年 大概将近十年 德国的经济成长什么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高 因为他要拉抬什么 东德 那统一之后就是德东这一块了嘛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 他只花十年 看到没有 那你这么大一个人要拉抬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他只花十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东德 或者说今天德东那一块地区 也不是弱者 特别注意看哦 东德 今天的德东 那个时候的国民所得 就比台湾高 他是共党集团的老二 看到没有 所以才会说一加一大于二嘛 如果说一加一那边很烂的话 一加一可能变成零点几啦 对不对 所以东德那边也很强 只是说什么 你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 很多什么 举例来讲 同学注意看 当时的德 德东那边的年轻人 不会找工作 什么叫不会找工作 同学没注意到 老师怎么讲话讲不清楚 比较奔 比较奔 那你呢 他认为因为他们都是比较付出劳力的 所以不会找工作 那你呢 工作被希德抢走了 工作被希德抢走了 因为在共产国家之下工作 工作是由政府允配的 不用自己去找 对非常好 同学注意看 在共党国家不仅工作是政府分配的 我从生下来的那一刹那到我死 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府什么 安排的 所以我还没死之前 我的什么 我死后墓碑上要磕什么字 墓碑附近种什么花 我还没死之前我都知道 你看政府什么处理的什么 这么彻底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什么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也举例来讲好了 同学注意看我们现在台湾有些街头上 有些人开的好小的 可以一个人大概最多驾驶 还有另外一个乘客都很小的轿车 对不对 那以前什么那就是东德的很有名的 他比 车牌 车子 也就是说很小 但是就搭配一个人 一个乘客的 后面放一点行李的 那个就是什么 举例来讲 你们今天念大学了 好 那可预期的未来 因为大学四年 所以你只要考上大学以后呢 那什么 你的父母就可以到政府的相关单位 去帮你登记 你大概在三年之后 你要买一辆什么 他比车 因为你可能什么 有可能被分配到 因为他们也知道 大概什么系 系的同学毕业以后 大概分配到哪里 可能也有一个轨迹可循嘛 所以你的父母呢 就帮你到有关单位 先去登记 那所以政府呢 好 一大堆 好 来登记的这么多 所以什么 大概什么 三年之后 一定要出产这么多 那种小车子 所以后来德国统一之后 那种小车子呢 很多国家发觉什么 不仅方便 而且什么 符合刚入社会的人的什么 购买力 看到没有 因为局来讲 你刚毕业一进市场 叫你买一个超级豪华的轿车 你也不会想 但是你好像也有需求 所以那种小的 又符合你的能力 你是不是就会先注意啊 而且性能也好啊 对不对 所以后来为什么德国统一之后 连我们台湾街头上都出现那种什么 小轿车 你就可以想见 商人的脑筋也是动得很快的 对不对 而且那种车子什么 不是坏车子 是好车子 对不对 他们不是只有劳动力 他们的科技是非常强的 就如同老师说 菜丝光学镜片 原厂是在东德境内 不是在西德 所以他的光学业 不只是戴眼镜哦 整个的光学业什么 是非常强的 当然还有别的行业 对不对 所以才会一加一大于二 不是一加一等于零点三 不是这样子算的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你一加一大于二 那好 你终于愿意什么 在领土上维持现状 但是你的影响力是 一加一大于二 欧洲国家 同学注意看 其他欧洲国家 反应是不是也很快啊 那你一加一大于二 那万一你又掌控全欧洲 怎么办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欧洲人始终害怕 欧洲里面出现一个大国 所以呢 同学看到没有 德国一统一 看到没有 这边是1990 他们快速反应 1991 看到没有 就什么 要制定什么 欧盟条约 那欧盟条约就是什么 要进一步的 因为德国统一了嘛 好老师再补充一点 德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 刚才老师只举例 西德政府想尽把什么 西德人送过去探亲啊 或者是旅游啊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 老师刚才讲的 东德这边的东西 也有很好的机械产品啊 都是很好的 只是外表可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么活泼 设计的都是可能打打笨笨 但是都是很好的 所以呢 同学注意看 东德当时 老师刚是的提到过 他的国民所得比台湾高 那好 那他当然他实力够 但是呢 同学注意看 他国民所得高的一个重点 因素很多 一个重点和这个有关的就是什么 德国其实非常理解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战胜国就是要肢解德国 所以他想尽了办法拉住东德 叫他不要被拿走 所以好 东德同学注意看 所有生产的东西 都可以卖到西德 那卖到西德的同时呢 可以全部进欧盟 看到没有 就等于说东德虽然不在欧盟里面 但是他的实质上是在里面的 就等于说你的货物 什么进到西德来 就等同进到欧盟 看到没有 所以东德赚到非常多的什么 外汇 这是其他什么 共党国家什么 没有的这个机会 看到没有 所以他就经由这个缺口进到什么 欧盟里面 所以他的外汇各方面一直是 是蛮多的哦 所以就等于 为什么老师刚才讲 一加一嘛 那要不然大家可以说 一加零点二啊 对不对 那就等于一点二啊 怎么会一加一大于二嘛 就是他透过各种政策 一直让什么 东德和西德什么 彼此之间的差距 不要拉开太多 因为拉开太多以后 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什么 同意注意看啊 西德人也不是圣人啊 如果说东德那边都是一堆穷亲戚的话 他也懒得过去看啦 那七大姑八大姨一个比一个穷 没什么好理的啦 对不对 所以变成什么 所以尽量想尽办法什么 保持在不要差太远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东德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东德的东西进到西德 等同西德的东西进到欧盟嘛 对不对 那东西德政府当时什么 也为了这件事呢 也就是说那好 那我德国因为后来 从战败的一个情况 也发展起来了以后呢 我们以后也会提到 欧盟他会有很多 为了会员国他的平均发展 他会有很多补贴的政策 所以德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呢 同学注意看 很多补贴 欧盟给的补贴呢 西德政府就没有拿 就等于说那你们其他会员国拿 交换的就是什么 大家默认东德的东西进到西德 等同什么 西德的东西进到什么 整个欧盟嘛 对不对 除此之外就什么 也期盼 哪一天我国家有统一的时候呢 你们大家都支持 所以同学注意看哦 德国之前都没有什么 西德都没有什么 一些补贴他都没有拿嘛 甚至同学注意看 后来德国陆陆续续什么 翻转上来了以后 他的影响力最大的情况之下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他并没有要求什么 德语变成欧盟的官方工作语言 看到没有 我们觉得好像觉得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同学注意看啊 语言的本身 就是一种影响力嘛 对不对 使用这个语言的人越多 他的影响力 那个国家的影响力会越大嘛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老实讲 英国脱欧 刚公投结果刚出来 法国第一个冲出来 就说什么 德国都还没冲出来哦 法国就第一个冲出来就讲什么 英国脱欧以后 欧盟的工作语言里面 不应该有英语 看到没有 法国反应多快 那同样的 德国在这方面 当时国家没有统一 所以他一直保持低调 我也不去跟你们 反正我也知道你们德国 英国啊什么的 法国和英国 你的英语 法语从欧洲打 打到非洲 然后打到海外 你们两个都在争嘛 对不对 法语和英语都在争 这个全球的影响力嘛 对不对 那德国想说 那我就不需要争啦 对不对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德国本身局来讲 大学已经到像你们这样子的大学生 他的外语能力基本上都是很强的 大概什么 每个人大概基本上会两种外语 那当然 也可以说他们有在用心培养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什么 他们这个外语大概都是什么 拉丁系统下面的 举来讲 德国人很多人法语也讲得很好嘛 对不对 英语也讲得很好嘛 因为这都是拉丁语系下面的什么 所以学起来 当然也比我们跑过去学 不同的语系 是他们是比较什么 容易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也就没有去跟其他国家竞争 非要你欧盟也要把德语当做工作语言 那但是 德国统一之后呢 基本上什么 大家同学注意看 大家都很务实啊 所以什么 在欧盟里面工作的人 他自动也要讲德语啦 东老师的意思 老师不是有提到过吗 同学如果说在对国际组织感兴趣的话 可能就会注意到 欧洲的年轻人 他要到欧盟里面当欧盟的公务员 同学注意看 国际组织的里面的公务员呢 他基本上 那当然各种待遇都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他要求在语言上 要求的也比较高嘛 你的外语能力 欧盟大概基本上 你都要会至少两三种 在里面当欧盟的公务员 东老师的意思 那现在变成什么 即便德国不讲 你大概什么 是不是最好会德文也什么 有利于你沟通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其他国家呢 虽然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子 又成立一个反法联盟 或者是反希特勒的 这个联手起来反德国 那但是还是心里还是怕呀 你一加一大于二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欧盟什么 在1991年马上什么 各个会员国什么 签订欧洲联盟条约 那这个当然一方面巩固 就等于说你德国 你保证 你还是留在欧盟里面 和大家一起发展 你不会自己跑出去 变成中立国 自己往前冲 懂老师的意思吗 这是一 那当然 欧洲其他国家 又费尽了脑筋了 想说你一加一 大于二 那我们要想办法什么 让你这个大于二的境界 不要太大呀 大于二 到什么地方才停止 不晓得啊 所以是不是我们要 先下手围墙来制约你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什么 他们1991年讨论 在1993年正式生效的什么 欧洲联盟条约 在马斯锤克这个地方 那这个条约的重点呢 同学注意看啊 就是什么 彻底的什么 建构单一市场 也就是说 会员国呢 彼此之间的关税是零关税 边界全部打开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你即便参加世界贸易组织 你会员国彼此之间不是零关税哦 关税多少是当时进去的时候谈判 谈出来的 降到多少 举例来讲 同学注意看 英国今天是不是要脱欧啊 英国政府现在很积极的到处什么 去跟很多国家谈判 谈判什么呢 就是那我脱欧以后 我英国的东西进到你国家 那现在立即可以依循的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范嘛 对不对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哦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 英国有算过哦 举例来讲 别的不说啦 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的关税 大概都会什么 举例来讲 汽油啊这些什么 关税大概都增加40% 10块钱的话 40%是不是就是14块了 对不对 这还是老师只举10块钱 你不可能加油只加10块钱 对不对 那汽车这些奢侈品 那就不用说啦 可能50%啊 对不对 那你这个零关税比起来 你这个是不是就差别很大啦 对不对啊 所以如果立即的可以依循的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什么相关规范 那关税就是往上 往上冲啦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 以前我们台湾也一样哦 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什么 外国的什么 奢侈品 举例来讲 德国的Benz轿车进到台湾来 我们给人家上税也是上百分之超过一百啊 有可能百分之两百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以前一定要很有钱的人才能够什么 买得起这个Benz轿车嘛 对不对 那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当时谈判那当然就是往下降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什么 陆陆续续台湾街头上Benz轿车就多了几辆嘛 就是因为关税压下去了嘛 对不对啊 那同样的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什么 1993年就彻底完成什么 单一市场 大家什么 领关税 所以英国现在脱欧以后呢 他们自己内部打得如意算盘 就是我们脱欧的话呢 难民不准他进来了 但是我们要这个单一市场 那你是什么 你是机关算尽啦 你就像德国总理讲的嘛 你不尽义务 只要想权力 那在全世界都是走不通的 对不对 有困难你跑了 好处你要你不少拿一个 对不对 单一市场 英国还在打算盘 说哎那我们谈判的时候呢 要抢到这个单一市场 但是难民政策绝不退让 哦你讲这么大声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 在1993年彻底啊 推动啊 那之前的欧洲自由贸易区 还有欧盟呢 也进行一个合作啊 同学注意看 1993年 那德国统一 欧盟也快速整合 同学注意看啊 这边讲啊 因应美国和日本的什么 这个在世界上别的不说好了 贸易的什么 实力嘛 对不对啊 那同学注意哦 美国今天什么 在我们台湾这边强势行销TPP嘛 对不对 跨太平洋的什么 经贸伙伴关系 对不对 那在欧洲这边呢 他也强势推销什么 跨大西洋的经贸伙伴关系 那但是现在 我们看这个川普和希拉瑞 都说好像觉得 这个对美国不划算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先不管他会不会通过 但是同学注意看 美国他为什么要推动这个呢 台湾当然讲说 他要封杀大陆啊 什么的 其实他的眼光还没有那么小 他的眼界没有那么小 他其实想要什么 掏空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范 用我美国提的这个 更高的标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觉 你们这些国家什么 加进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什么都往前冲啊 实力各方面贸易量什么都增加了 都什么 好像变得也有钱了 对不对 和我美国的实力越来越接近了 这是一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说他要觉得对美国来讲 那你们都陆陆续续跟我接近了 那我对美国来讲 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就太低了 对不对 我美国要制定一套更高的标准 这是一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美国后来承认 他当时没有破坏或阻止欧盟在1993年成立这个单一市场呢 对于美国来讲是犯了严重的外交错误 也就是什么 他们彼此之间什么都是零关税啊 意味着美国所有进来的东西 没有享受零关税啊 造成美国的东西在欧洲大陆这个市场里面 物不见得美 价也不连啊 看到没有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你 你当时所以后来美国就陆陆续续觉得 不对咯 对不对 所以他记取教训哦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他这回知道 东亚他绝对不能手软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经济合作的东西 他什么 没有他的话 他一定给你搞破坏嘛 就是他记取他在欧洲的什么 失败的教训嘛 看到没有 好 那对于什么 美国来讲 那我现在的TPP还有欧洲这边的什么 TTIP的话呢 我拉的更高 只有变成什么 我拉的标准拉到更高变成什么 我来选会员 看到没有 我标准更高 我觉得你你符合 我就让你进来跟你签约 我觉得你不行 或者是我觉得你太行 让你进来变成什么 你又跟我什么 竞争啊 董老师的意思啊 所以变成他在筛选 对不对 那现在变成什么 西拉蕊 还有什么 川普基本上都反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的 就是因为美国中下层的人 他在这个新的这个架构之下呢 他的工作机会会更少 因为你的标准更高嘛 是对于更高领域的什么 相关的行业才比较有利 那下面的 大家现在下面的已经是没工作 已经一肚子的恶气了 对不对 就你来个更高的标准 那什么 那就更多的人什么 先不敢说找到工作了 更多人已经失业 或者是说他的工作情况不理想的状况 更没有改善的机会啦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等会再继续